佛教對人生的解釋 他主要依止的理論 就是建立在因緣觀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為什麼會有生命的現象呢 就是說宇宙萬法本來是不存在的 諾言金說本來是必進空的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地球上有這麼多的生物呢 因為他過去生曾經依止他的青年 創造了一個因緣 那麼這個因緣現在成熟了 就現出了他目前的果報 他可能是一隻螞蟻 可能是一隻狗 或者是一個人等等 那麼等到這個業力的釋放結束以後 他這個果報就消失掉了 所以我們的生命是由因緣來支持的 那麼因為我們有無量無邊的因緣 所以因緣的相續就造成我們 有情眾生的生命的相續了 所以我們在學習佛法的時候 對因緣的觀察有兩個不同的差別 如果從道理上來看 我們在觀察因緣是分成過去 現在 未來 這三塊分成兩重因緣 就是過去跟現在這是一重因緣 抑制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這是一個因緣 那麼第二個因緣就是今生跟來生 抑制來世國 今生受者是 這又是一種因緣 所以從道理上來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體都 都具足了兩種因緣 這兩種因緣 這個是從道理上觀察 但是實際上從修行的角度 我們不這樣看 因為這樣看太複雜 從修行的角度 佛陀在經論上的指導 就是在一個修行觀照力的人 他把因緣不分成過去 現在 未來 他分成內外 就外因緣跟內因緣 什麼叫外因緣呢 就是生命的結果 只要這個東西跟結果有關係的 都叫外因緣 比方說你會生長在什麼樣的家庭 你長大以後會跟誰結婚 你會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你今生的成就有多大 只要跟生命的果實有關係的 跟結果有關係的 這個因緣 只有一句話就可以解釋了 就萬般皆是業 半點不由人 因為當你看在外在的環境的時候 那是一片已經成熟的水果 可能這個水果有酸甜苦辣 但這個水果只要你到了五十歲 這個水果都長得差不多了 很難改變了 這個水果都已經成熟了 所以佛教的思想 它的因緣瓜大 它是先知命而認命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一學佛就要改造命 這個錯誤 佛教的第一個思想 是先看到外在的結果 佛教都先講結果再講過程 佛都講四地苦其滅道也是先講結果 就是說我們面對我們今生的生命 是先求認命 你才能夠逆難順受 你不認命 你的心就躁動不安 你就要抗拒 所以學佛人第一件事情 你要接受命運 你不能抗拒命運 不管你今生你同不同意 你滿不滿意 先接受它 你才能夠利用你今生的資源 去創造來生 如果你一直排斥今生 你就毀了你的來生了 這借假修真的道理 所以 當我們學佛以後 第一個我們要接受今生 不管這個今生的生命體 你滿不滿意 但是這是你唯一的希望 因為你要創造來生 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所以佛教的修學 當我們看到外面的很多很多的 水果樹的時候 充滿酸腿骨辣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我們知道 萬般皆是夜半點不用 這都是我過去的夜所遭感的 我沒有惡化 先接受它 然後你才有希望 因為你才能夠安定下來 所以佛教第一個思想不抗拒命運 佛教都是逆來順受的 沒有一個人抗拒命運的 那麼當我們接受命運的時候 我們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就是接受我們的過去 我們承認我們的過去 第二個更重要是開創未來 這個就是你內陰影 外在的陰影是充滿的果實 內在的陰影是一片的土地 都還沒有開始種 你有很多花灰的空間 就是心靈的力量 外在是一種業力的主導 那是你做不了主的 但是你內心的世界 在你死亡到來之前 你有無窮的希望 你可以把種子種下去 來生就馬上受用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人最大的盲點在那裡 一個人就是說 身為一個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說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去注意結果 錯了 因為這個是不能改變的 我們花很少時間去經營我們的新地方 這個是錯誤的 這個是錯用心的 人生就是一代一代的一直錯下去 凡事盡心盡力 成敗交給業力 結果要放棄 我們只重視過程 因為過程是你操自在我的 你用什麼心態來面對人生 是你可以決定的 你今生的成敗得失 這個是全身就決定的 當業力成熟的時候 當它形成水果的時候 一種果實的時候 你不能改變它 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修行者 他會慢慢的把心收回來 他知道這個水果已經成熟了 不能改變了 我開始要去創造我的來生 開始在心地上下功夫 開始培養自己心靈的力量 那麼這個時候 他開始發心修行的時候 他必須在心中建立三種功德力 來面對來生 第一個 第二個 引導力 修行是先有目標的 叫與願導行 所以我們第一堂課 第一個章節發新篇就是引導大家 你對男生先要有一個願景 你才有資格修行 你每一個行為都要有一個東西在引導你 所謂的心增則事實 厭廣則心生 你這樣子所造的業 才能夠很強大 而且是特別的廣泛 堅定而廣大 我們常常看到經典裡面 讚嘆佛菩薩的功德 讚佛我聖身功德海 各位有沒有想過 佛菩薩是怎麼把這個功德創造出來 為什麼我們彷彿創造一個善業 不能講功德大海 深廣獨大海 其實我們看經典佛陀在因地的時候 並沒有比我們做度很多 他在凡夫位的時候做的事情跟我們差不多 從凡夫位的角度 但是他為什麼有這個結果呢 因為他的願廣大 我們做的事情在因地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佛陀少多少 但是我們發心太小 所以你不管你以後做得到做不到 先把心發出來 你必須要把你的格局放大 你才有資格以後叫做 讚佛聖身功德海 你才有資格叫做大海 否則你永遠就是一個小水桶 頂多一個小湖泊 你成不了大海 所以這個引導力就是要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當你就是一個充滿煩惱業障的凡夫 你就必須設定你的目標 用這個目標來引導你 這第一個就是 當我們要去創造萊生的時候 第一個先把萊生的 這個建築的圖先畫出來 雖然我們都還沒有蓋 先把宴景創造出來 往生西方沿沉佛道 這第一塊 第二個 就是討論到安住力跟調伏力了 就是我們怎麼樣慢慢慢慢地 隨順我們的願景 現在還沒有談行動 行動是修行篇 就是你內心先隨順它 隨順我們的本願 安住跟調伏力 安住跟調伏力 它完全透過覺悟的智慧來疏導 來疏導 疏導你的行為 所以 你安住在不同的道法 你會產生不同層次的調伏 我們在修行第一件事情 安住的道法就是 深信業果 業果之道 或者叫安樂之道 我們不能夠去攀岩外境 但是你內心要安住道法 你遇到事情 先從你的道法上去思考 站在道法的角度來面臨人生 站在因果的道理來面對你的人生 你就容易做到調伏你的身口衣的過世 所以佛教是以安住來產生調伏的 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最粗淺的 後面還有更深的安住苦地 安住空性 每一個層次就慢慢增加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 當我們設定目標以後 我們怎麼隨順我們的目標呢 怎麼隨順我們的本願呢 第一件事情 安住業果 調伏我們的身口衣的過世 這個今天政見篇講的就是這一塊 這第一個業果道理就講這一塊 好